二斤重的河豚您见过吗 薄如蝉翼的牛肉您吃过吗 煮熟的驴肉为什么颜色鲜红 什么样的小吃您不吃就不算来到唐山 不起眼的小店里暗藏着什么样的唐山名菜 长了毛的海鲜又会成就一道怎样的美味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两夜特约播出 今天我们要去河北的唐山 唐山它位于河北省东部 华北平原东北部 它南面有渤海 北面靠着燕山 而且还毗邻金金 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监喉要地 唐山除了有平具 皮影 烙亭大谷 这样的特色地域文化以外 其实这里的美食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传统的老菜 别致的新菜 跨界的混搭 唐山的夜市上到底会有哪些口感独特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唐山地处渤海湾中心地带 位于河北省东部 东阁鸾河与秦皇岛市相望 西域天津市毗邻南陵渤海 北一燕山阁长城与成德市相望 唐山的夜晚不仅有秀丽的风光 夜市上的美食也是让人眼花缭乱 这论烹饪技巧 你想吃得应有尽有 有蒸的 煮的 卤的 冻的 口味也是五花八门 有甜的 香的 辣的 还有酸的 唐山夜市上的美食 保准会让你食欲大开 根本停不下来呀 魏勇是一位美食达人 平时喜欢研究美食 对于唐山夜市上的美食 他可以说是一进二出 在我们唐山的桌宴席上 有一道特别特殊的美食 他可以说必不可掌 因为从家里到饭店里 都有这道菜 都有这个美食 还可以做成几十种美食 可以成一大桌 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就是不吃这道美食 就不算到唐山 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有代表性的 你猜猜 魏勇说的这道神秘美食 究竟是什么呢 不吃这道美食就不算到唐山 这口气可是不小啊 这美食到底长什么模样 它的味道究竟如何呢 记者和魏勇一起来到了唐山 最具当地特色的夜市美食 一条街 这是一个封闭的室内夜市 这里的每一个景观 每一个角落 都在还原老唐山的样貌 不仅如此 魏勇介绍说 这里的近百种特色美食 个个都是唐山老味道 这么特色的 有很多这个唐山 上面有很多这个唐山以强的 那个老东西 感觉挺好 环境也不错 吃的也可以 都是唐山特色的小吃 看着特色 几乎唐山那所有的小吃 都集中在这里 原来的时候 我以为只有我们唐山人来这玩 后来慢慢地知道了 很多外地人也来这里玩 文化思维特别浓 就是感觉那唐山这个小吃 感觉都集中到一块了 感觉挺好的 食客们告诉记者 这个夜市上有一道菜品 一定不能错过 那就是驴肉 这驴肉是温勇口中说的 来唐山必吃的美食吗 记者决定到后厨 去看看能不能从驴肉的 制作过程中寻找线索 后厨的师傅说 这驴肉可以说浑身是饱 不过要想吃到美味的驴肉 得让驴肉充分吸收 辅料的精华才行 而这关键的一步 就是把驴肉切成 更容易入味的小块 这样一来 每一种辅料都会发挥出 它极致的属性 姜裂变后的滋味 会最大程度地去除驴肉的膳味 老汤的加入 让驴肉更加的鲜美 要成就这道美味 还要耐得住性质 时间的沉淀 才能让驴肉充分吸收 汤汁中的养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驴肉的颜色越来越红 厨师说 这颜色才是它家驴肉的精髓所在 这样颜色偏红的驴肉 吃起来的口感究竟怎样呢 这个驴肉里边特别嫩 它的颜色跟别的驴肉也不太一样 对 偏红一些 完了嚼在嘴里 驴肉特殊的香味 口感确实要比牛肉猪肉要好吃 制作这道驴肉的师傅孙守山告诉记者 他家的驴肉和其他驴肉口感和颜色不同 不是因为驴的品种特殊 而是他们给驴吃的东西很特别 孙师傅这里的驴到底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使得驴肉颜色红润 口感细嫩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跟随孙师傅一起来到了养殖场 那我们手里拿的这些东西是一会儿驴要吃的吗 里边有驴要吃的 驴也吃辣椒吗 一会儿咱们一起吃 看一看 好 一起去试一试 孙师傅一共准备了六种食材 有辣椒 西红柿 橙子 哈密瓜 红枣等等 水果蔬菜都有了 这里的驴到底会吃哪样呢 现在我看师傅这个驴已经被我们拿的这个食物吸引过来了 怎么喂这个驴呢 一样一样吃吧 一样一样吃是吗 我想先试试这个辣椒可吃 就这么用手拿着喂吗 那可以的 不会咬你 不会咬我是吧 记者和孙师傅先试了辣椒和西红柿 但是驴似乎对这两种食物并不感兴趣 接下来这哈密瓜和橙子两种水果 这里的驴会吃吗 你看它不吃 它只是 只能尝一尝然后就不喝了 经过一个试验 记者 找到了驴喜欢吃的特殊食物 竟然是这个 这个驴啊 原来我们找到了 我们给驴吃了这么多的东西 好 天哪 它吃了这么多东西 它最后其实是吃枣的 那为什么要吃枣呢 这个驴我们每天就喂 一个天不低于二斤的大枣 每天都是什么 对 对 都定时定量 它就是一种大枣驴 叫大枣驴 大枣驴 它吃枣有这样的驴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呢 它肉是 又耐又缠 无血养生 除了大枣驴肉 魏勇介绍说 唐山宴夜市上的牛肉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个 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牛肉 有名的牛肉 对 你拿起来觉得它像啥 这个牛肉其实特别的透亮 而且它非常薄 其实它的创作灵感 来自于我们唐山的一个文化 也是我们唐山的一个特产 我们唐山有一个文化 寄中三枝花你知道吗 你想想 皮影吗 对 我们叫它皮影牛肉 唐山皮影是一门古老的 民间传统艺术 中国皮影系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 因以河北唐山地区 烙亭 鸾县 鸾南一带的 语音音乐为其音乐特色 所以又叫烙亭影 鸾舟影 慢火压制 低温冷冻的牛肉 就成了像皮影一样薄的牛肉片 这光滑透亮又韧性十足的皮影牛肉 味道如何呢 这个牛肉呢 其实拎起来 它是比较透亮的 非常非常的薄 其实这个透亮的部分是牛筋 因为这个牛肉本身它是干的 然后蘸上这个料汁之后 吃到嘴里又筋到 然后呢 这还有蒜的这个香 这个牛肉用的是这个上等的牛腱肉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筋跟这个肉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经过特殊的压制 形成了现在这个皮影牛肉 这皮影牛肉虽然好吃 口感筋道 但温永说 这个也不是我们要找的 最能代表唐山的美食 到底什么样的美食 不吃它就不算到唐山呢 找了这么多 你找到了 我找到了 别告诉我 我找到了 因为这个墙上已经写了 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被你发现了 我觉得这个鸽掌 也就是我们这个要找的 唐山必吃的一道美食 鸽掌是唐山传统的面食小吃 关于鸽掌的来历 还有一段典故 据说当时清王朝 在尊化建东陵后 守陵人未讨得皇家欢心 就把这一特产送进了皇宫 慈禧太后吃了两口 还没吃够 见太监想往下撤 说了句鸽掌吧 太监以为是太后赐的菜名 马上传令下去 此菜名为鸽掌 鸽掌与鸽掌谐音 从此鸽掌的叫法 就在民间流传下来 吴彦平是鸽掌的第三代传承人 太监做了几十年的鸽掌了 这也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他希望把这种唐山的老味道 一直传承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就学做鸽掌 跟父亲 一直坚持到现在 也有几十年了吧 看到现在这个年轻人 各人吃到咱们这种 纯的老味道的鸽掌 觉得他们很满足 很高兴的 也是我的一种高兴 也满足 我就这点想了 吴阿姨说 虽然做鸽掌很辛苦 但是他现在依然坚持 客人吃到鸽掌的满足感 是他一直坚持做的动力 我就是想买地鸽掌传承下去 你看我也带汤鸽掌 交给他们带汤鸽掌 客人买鸽掌的特别多 看着他们吃得挺高兴的 我就很满足 几十年如一日 吴阿姨依旧坚持 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鸽掌 纯正的鸽掌 是以绿豆为原料 泡过的绿豆 用石墨磨成豆浆 石墨豆浆口感 更加清香浓郁 姜黄是提升鸽掌色泽的关键 也可以使它的口感更加丰富 摊鸽掌 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选择的燃料要用干粒液 大火加热后 将绿豆豆浆放入平底锅当中 均匀摊开 成型起泡后 要迅速转入小火 等到鸽掌色泽金黄 就可以起锅了 这样摊出来的鸽掌 颜色金黄 富有弹性口味独特 最原生态的一个味道 你可以闻一下 它还有绿豆味 确实这个绿豆味道是非常浓的 而且整个就是感觉 很有这个抖起来很有弹性 吃在嘴里它也有弹性 看起来它有明显的这个绿豆伤 这种头吧 外面的边儿是特别脆的 然后里边 是软的糯的 有点糯的 但是也有嚼劲 刚才您说的 鸽掌作为唐山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它可以做成很多种类的菜品 像鸽掌子 鸽掌片 鸽掌丸子等等 烤ery的 除了鸽掌 除了鸽掌 板栗也是唐山的一大特产 千�arn栗 文明全国 除了传统的唐朝板栗 唐山人还将板栗做成的很多 夜市上的美味的菜肴 板栗炖鸡就是其中的代表 yesc 这家小店虽不起眼 但是他家的板栗炖鸡 非常受唐山当地吃货的喜爱 老板韩东告诉记者 做这道菜 必须要掌握三个关键的药理 我们这个栗子炖鸡有三个特点 第一 首先我们是栗子 栗子我们选用的是 千锡的糖炒板栗 因为这种栗子含糖量高 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含量也都高 所以用这种栗子炖鸡 它的口感好 而且不识本味 第二就是我们的鸡肉 鸡肉我们选用的是鸡腿肉 因为鸡腿肉 它肉质紧实滑嫩 第三都是我们的蜜制酱料 我们这种酱料 能把栗子的香甜和鸡肉的鲜香 完美地融合在一块 做板栗炖鸡 板栗自然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 板栗的加入 让鸡肉这个普通食材 有了新的灵魂 鸡肉要经过高温油炸 才能释放出它独特的口感 炸成金黄色的鸡肉和糖炒过的板栗 大火蒙炒 再加入洋葱辣椒等配菜 翻炒几次 倒出备用 锅内重新倒入热油 葱将下锅爆出香味 再倒入密制的酱料 这时加入备用的鸡块 板栗等食材翻炒 高温作用下 板栗和鸡肉两种完全不同的香味 充分融合 大火收汁 这道板栗炖鸡就做好了 这道菜色泽艳丽 鲜味不比 真是让人口水直流啊 这个鸡肉的口感 确实是外焦里嫩 因为外边炸了一层 但是里边的鸡肉 又特别的嫩 因为我们选用的是鸡腿肉 鸡腿肉这种肉食比较紧实 但是它炸完以后 肉是滑嫩的 里边是滑嫩的 对 而且里边 我觉得它特别入味 它又把这个栗子的香味 融合到鸡肉里边了 板栗是干果之王 千玺板栗本身就香甜 这个栗子的果香 和这个鸡肉的鲜香 融合在一块 它既入味又好吃 板栗炖鸡 香甜可口 还不算完 他家的板栗 红烧肉 色泽诱人 肥而不腻 板栗的加入 更是让红烧肉 又多了一份清香 魏勇告诉记者 除了唐山市里的美食 在唐山市的其他曲线 也有很多特色的夜市美食 每到晚上六七点 在唐山的鸾南县的 这家小堂门口 都会排满了等待美食的时刻 因为一直吃他家里 吃点东西特别好吃 味道特别好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上这吃辣也是听他们别人说 这是一个开了挺长时间的一个点 反正赖过两次吃着还是挺好的 这回头又过来了 这让食客们赞不绝口的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走近一看 这不就是各种油炸的食品吗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个小堂位的堂主叫刘天杰 做这个油炸食品的小吃摊 已经有近40年了 只要老百姓喜欢吃 我就永远坚持 就我这一摊的东西 包括我这车 我这车的东西 任何东西我都不能改 用上来 我这东西都是跟我多少年的 这东西必须有甜点 这个设备已经做了39年了 跟过了39年 哇 这个车也三年了 从干那天 我就这个东西 用东北拉过来 拉到了哪里 这个设备都是我自己做的 刘师傅的小摊位 从39年前到现在 种类一直保持现有的几种 主打的有机架 还有就是大家最愿意 花耐心等待的特殊美味 鸡尾 也就是鸡屁股 这炸鸡尾能有多好吃呢 当地咱们都喜欢吃鸡尾 然后而且在家那家特别好吃 大约有20年 从小都开始从咱们家吃 口感特别的好 主要是不腻的 特别的像 你好 香而不腻 但是我就是雾名而来的 我听别人说这个家店的炸得挺好的 我们就带孩子过来吃了 在家里连着这个粉味吃完了 吃别的家里吃不上口去了 刘师傅告诉记者 要想吃到美味的鸡尾 鸡尾的处理很重要 这个鸡尾在上面都有一个毒线 这个鸡尾上面的毒线 这给我扣下来的 因为这毒线 就上面的一个毒线 都必须给它去掉 这个吃掉最不医生的 鸡身的毒素都在这上 把气干了 处理干净的鸡尾 用刀一分为二 用竹签一一穿好 这样的鸡尾就可以拿到锅里进行炸制了 刘师傅说 炸鸡尾的过程一定要注意火火 炸的时候把这个鸡尾上 本身它都含油 含油和水 把这油和水去炸掉 就是用的锅火还不能大 油炸好的鸡尾 还要刷上一层刘师傅自己制作的密制酱料 这炸鸡尾算是制作完成了 这里排队的食客们大部分都是奔着这个鸡尾来的 每天的销量也是异常火爆 刘师傅迫不得已只能限量销售 食客们提前来排队先到先得 正常来说一天也卖一百多个鸡价 又旺季能卖二百多 这鸡尾旺季都是一百一二百块 这如此畅销的鸡尾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这个鸡尾真的是又酥又软 里面的鸡肉 它这个骨头完全能跟这个肉嚼碎了一起咽下去 鸡屁股啊 这里面的骨头 它一炸完了是酥软香脆 除了鸾南县 在唐山的曹菲殿区 这里是唐山的海港 每到傍晚种类繁多的海鲜是这里夜市的主角 鸡娜是当地的美食爱好者 在夜市上跟着她逛吃 这记者可是有口福了 来到唐山吃海鲜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那在陶飞店有一种海鲜 它身上是长毛的 长毛的海鲜 这样的海鲜还真不多见 而且它是可以和米饭搭配在一起 这个味道你肯定没有体验过 我带你去尝尝 走 这个外壳长着毛的贝类叫麻酣 里面的肉质发红 异常鲜美 吉娜说 它就是长了毛的海鲜 和米饭搭配在一起 是一道美食叫麻酣子焖米饭 麻酣子焖米饭 净和量选择的 沙滩的压成 选择本地的压成了以后 开盖 开盖炒锅的时候 它一定要火又快 由啥说呢 它火慢了 它还老 倒到锅以后 净和量变解盖 一解盖麻酣子生 米饭不瘦 它不饱满 除了以后 石师傅做这道菜 用的食材很简单 新鲜的麻酣 当地的大米 再加上点五花肉和蔬菜 锅内放入油 五花肉下锅 煸出香味 接下来 去壳的麻酣的加入 能够迅速让锅内的味道 变得丰富 鲜味和香味扑面而来 白菜经过翻炒 让普通食材进行了一次新的生化 把生的大米放入锅内 快速翻炒 让大米能够充分吸收麻酣鲜味和五花肉的香味 把锅内丰富的食材都倒入铁饭锅中 小火焖二十多分钟 一份麻酣子焖米饭就做好了 记者很好奇 这道麻酣子焖米饭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 米饭好像是经过焖完之后的米饭 跟我们平时蒸的米饭 蒸的口感不一样 它焖完之后 这个米饭的口感是软糯的 这个麻酣子里边的鲜味 全被米饭吸收过来了 来这家小店的时刻 大多是冲着这种长毛的海鲜而来的 麻酣子焖米饭既可以做主食 也可以当做海鲜菜要一举两得 想象着麻酣子焖米饭里面有麻酣子 它会感觉会比较腥 但是今天给我的感觉 而且特别香不腻 还吐出了麻酣子的鲜味 麻酣子焖米饭 麻酣子跟米饭缠在一起 煮着这个香味 一开盖的时候就特别扑鼻 清香 然后有一种海鲜的馋打里面的味道 特别鲜美 金娜告诉记者 在唐山曹飞殿区的夜市上 还有一种特色美食 是一定要去尝尝的 唐山它是一座沿海城市 尤其是在曹飞殿这一块 它有一种海产品 它长得特别可爱 也特别萌 就是特别爱生气 看来这是一道有脾气的菜 是的 不过它生过气后的口感 保证让你惊艳 那我得去尝一尝 走 一起去尝尝 第二天一早 它注重的就是鱼的鲜美 然后肉质也特别劲道 鱼皮瓣 对于女生来说 就是吃多了可以美美容 食客们点的最多菜 就是红烧河豚鱼 红烧河豚鱼 要选择整条的河豚鱼 新鲜的河豚鱼 姜片 香叶等八种配料 都是红烧河豚的标配 要想把这道菜做得美味 还要掌握两个关键的技巧 调料我们是自己研发的 每条鱼都是按比例分配 一条鱼一份料 一条鱼一份料 火候特别重要 刚开始一定要大火烧烫 把这个河豚鱼的 胶原蛋白都炖出来以后 小火慢炖 把这个河豚鱼的这个肉质 变得软糯一点 热油下锅 把准备好的配料 放入油锅爆香后 处理好的河豚鱼 要整条下锅 要想让河豚的鲜香味更浓 还要加入提前熬制好的高汤 小火慢炖出软嫩的口感 半个小时过后 这道红烧河豚鱼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它是从小吃鱼吃虾长大的 所以它这个肉质呢 是感觉吃起来就跟这个 确实是跟瘦肉一样 吃皮有讲究 有去吃红烧 也把它翻过来 滑滑的那边放入嘴里 翻过来吃 对 这是怕扎到嘴是吗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小刺 但它这个皮是非常养味的 但放在滑滑 对 滑滑的一面放在嘴里 满满的胶原蛋白 赶紧放嘴里 怎么样 是不是太响了 确实有点扎嘴 这个鱼皮 它其实有这个刺的感觉 对 这个刺上去好像像按摩你的舌头一样 第一次吃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慢慢吃越吃越上野 每到夏夜 唐山的南湖公园变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一场接一场的喷泉表演 让前来观赏的市民应接不响 水幕不断变换的影像 配合着动感的音乐 瞬间把人们带入到的一个如梦如惯的中夏之夜 好 接下来就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现在到唐山已经很难找到露天的夜市大排档了 如果你想吃到正宗地道的老唐山的传统美食的话 其实可以去市内的夜市美食一条街唐山宴去看一看 那里各种做法的鸽掌 美味的大枣驴肉 薄如蝉翼的皮影牛肉 都是那里的特色 有的朋友如果对海鲜情有独钟的话 就可以到唐山市的曹飞殿去 那里的河豚小镇有数十种河豚的做法 还有毛寒焖饭 蟹黄豆花汤等等特色菜肴 我想这些一定会让大家大饱口福 武当山 丹江水 这座户具五湖四海中国人的移民小城的夜晚 有着怎样的烟火气息 猴头饺子长啥样 马头羊究竟是马还是羊 独具特色的三区五线仪式的美食 哪里寻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好 下期节目呢 我们将会去到湖北石宴逛夜市 石宴呢 它地处于汉江上游 秦巴山腹地 是厄玉陕鱼 毗邻地区唯一的中心城市 有着南川北马 川陕咽喉 四省通渠的称号 那这样一座城市的夜晚 会有怎样的烟火气息呢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消费主张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